華英中學,百年傳承,始於佛山 1913年,英國巡道工會的先賢,就在這裡撒下了教育種子 二戰期間,華英為了躲避戰火,四處遷徊 戰爭結束後,華英在香港繼續傳承下去 1952年,佛山市第一中學,由政府接辦,成為今天的佛山公立學校 1971年的香港,教友會籌組,在港復校 由香港基督教巡道為你聯合教會管理的華英中學 繼續傳承華英精神 1999年,華英中學的初中部獨立辦學並且復名,成為了佛山市華英學校 到了2013年,由佛山市華英學校管理層創辦的佛山市華英高明學校 就標誌著華英中學的又一新篇章了 在香港的華英中學,有一個傳統一直都被遵守 就是每屆畢業生都會組成吸社組織 在每年舉行的吸社成立典禮之上 老師和舊生都會見證著新社名的命名 這個傳統不單是對過去的尊重,更是對未來的期許 她代表華英精神的薪火相傳,一代又一代的接棒 接著佳欣走廣東,慣她就知道多些 聽到 Scary